阴转阳以后呢,别掉以轻心 令你烦恼的事呢,还在后边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我阴转阳呢,大概快二十天了 但是呢,总感觉呢,身体呢,没有力 也就是说,我平常呢,是练装功,练内加拳 一练的话,那里边的内劲儿十足 但是呢,阳刚以后,那种感觉和以前呢,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练活拳呢,感觉到内劲儿也没有以前足了 内气也没有以前足 感觉到有点疲劳,乏累的感觉 虽然呢,我是无症状 就是我在阳的时候,我也是给正常人一样 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总感觉是和以前不一样 那么网上,好多人也说,阳康了,要作乐的 确实是这样 所以说呢,我们阳康以后呢,不要剧烈的运动 那么我们泰拳的朋友呢,虽然打泰拳是慢 但是呢,他用的是内劲儿 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不建议你去打泰拳 套路,那么你可以呢,站桩 桩呢,是静止不动的 比如呢,这是的养生桩 你往这一站,那么它的红量是小的 但身体内呢,是一种褥动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站养生桩 舌顶上额,四座高凳 达到呢,搭上雀桥 还有我们的肚脉 然后让我们的气血呢,在体内是一个畅通 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呢,得到一种滋润 通过站养生桩,看似是不动 所以说呢,不会出大汗 它能让我们阳康以后慢慢的去康复 如果说阳康了,要坐月子 那么你一直躺在床上不动 你能收了了吧 第一,第二呢,对你身体的康复也是不利的 所以说呢,我们阳康以后呢 一定不要剧烈的运动 包括太医拳套路 所以说,站桩还是可以的 在这里呢,提醒一下大家 站桩,不要站时间太长了 毕竟你现在是康复期 那么你就站上七分钟 就等于给自己身体呢,充日充养 那么我们一天中可以分成两次 分成三次,一次站上七分钟 十分钟都可以 这样站桩不但呢,能养生 也能让你很快呢,把身体呢,康复起来 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论留言 关注我,带你学习太极拳 装功,功发一类的学习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